5月4号一大早 就来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昨天5月3号的时候 小区迎来好消息了 就是说我们整个小区 是健康的社区 所以呢 我们在5月2号的时候 被列入了五亿小区 得临时出入症 这真的是得之不易啊 几点是要注意的 第一 临时出入症 只限五亿小区的居民家庭使用 第二 临时出入症有效歧视 2022年的5月3号到5月7号 第三 本出入的出入症 为户为单位实行 一户一人一周两次 限时管理 每次出入都是为三个小时以内 请居民错时出行哦 第四点呢 五亿小区的人员 不可以出我们这个街道的 辖区范围内 不得去走清房友 更不能进入其他小区 不得违反防疫要求的相关规定哦 第五点 每次进出小区的时候 都要出现这个出入症 而且要登记外出和回来的时间 并主动显示随身绿码跟核酸码的检测报告哦 第六点 请居民步行自小区周边保供商店 药店采购生活用品和药物哦 第七点呢 如有超时或外界出入症等 违规使用的情况 直接没收出入症 出入症一旦疑私不再补发 出入症将于第二次使用完 勾回 第八点 严格遵守防疫政策 非必要不要外出 人员不要聚集 出门必戴口罩哦 排队保持两米距离 全程注意防护 第九点 小区内所有带解离 人员暂不外出 第十点 也是最后一点 辖区内各小区 均为五亿小区 也就是防范区 一旦小区情况有变 我们将动态调整山区的管理 并及时下发通知 居委会 2022年5月3日哦 收到最好的消息了 下午的时候 真的就是想要出去了 可是遇到志愿者 他们就跟我说了 如果我不是要买太重要的东西 他真的劝我不要走这一趟 因为这些商店离我们的小区 还蛮远的哦 那松江区呢 刚刚解封出去一天 就回来羊了 还有师姐他们的小区也一样 哇 真的是捏把人汗 今天那么多个人出去 我有点担心了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希望大家都是平安的 爱人们 让我们坚守全阴性小区 防范区加油 这一周我们平静的小日子 Goodbye 拜拜 by bwd6